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叔 你真的要帮陆远潼 筹措军线吗 必须要帮 我等了这么久 他终于对我有所求了 陆远潼是我整个计划中 最重要的棋子 只有取得他的信任 这盘棋才有胜算 对了 你找时间出趟城 去找福远山 和慕容义 让他们做好准备的命 小叔高明 有远叔和慕容义帮忙 这把握就大多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既然进了冯府的门 就要学学福利的规矩 你身为表小姐 就该有表小姐的样子 行走站卧都得讲究 不能失了身份 芋蓉姐 我真的 识不言 寝不语 还有琴棋书画 女工刺绣 一样都不能落下 表小姐 您别这样 大人看了会骂我们的 可这是我的衣服啊 你把我们的活都抢了 那我们可怎么办呀 就是啊 表小姐初来乍到 府里的规矩都还不懂 你们可不要借机欺负她 没有啊 他们是想帮我来着 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 就想把这脏衣服洗一洗 结果他们非要抢着做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先下去吧 是 紫月 你现在是冯府的小姐 就应该被人伺候的 我以前在安侯府 当病女当习惯了 他们成天使唤来使唤去的 现在让我去使唤别人 我真的是不太适应 你还是去跟冯大人说说吧 表小姐的规矩这么多 我做不来的 把我送到远一点的地方 去算了 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的 不行不行 这怎么行啊 让你做冯家小姐 是为了掩人耳目 怎么能说不做就不做 可是 可是 我一想到要学规矩 我就从头疼到脚 你为了救冬月姐 往自己身上捅刀子的事情 都干了 这些规格礼仪的规矩 不会难倒你的 可是 别可是了 紫月 你现在是冯府的小姐 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重新适应这个新的身份 你应该要对自己有点信心才好 谢谢你啊 道路 小意思 就干吗 不客气 慢一点 慢一点 水 水 水洒了 不准服 自己站起来 还没吃完呢 就餐时间已经结束 接下来是女工课 不准服 虽然规格小姐不以女工谋生 但是丝毫不会 也是说不过去的 今日的女工课就到这儿吧 明日之前 我要看到一对完整的鸳鸯 你一定要请假练习 万不可偷懒 好吗 你爽没事吧 您爽没事吧 你说过 我们是一家人 你会报我的 别别别 别说我不会刺绣了 就算我会 女柔姐万一告诉小叔 我 我还要不要命啊 原来做表小姐那么难呢 这种做这些穿着隐线 我还不如取武道弄箭呢 您想学武功啊 是啊 我常常在想 我要是会武功的话 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 和小四了 这种小四就不会被 左相的手下杀害了 那是以前 现在有我和小叔保护你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的 我不想做 总被保护的那个 我想要学武功 保护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和家人 可是 武功这东西 得从小学 你现在 你什么意思啊 你嫌我老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都没有找你学 你不叫算 我找别人学去 那你找谁学 整个京都比我武功高强的人 没几个 反正就不找你学 cycle 紫园小姐 就是这位姑娘找您 下去吧 是 明珠 你脸上的菜气没有了 你变成一个大美人了 而且又高贵又端庄 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别这么说冬月姐 对了 我现在不叫明珠 叫紫渊 冯大人说了 从今往后 这个世上就没有明珠了 我现在就是冯紫渊 不管怎么样 教你平安就行 也算那个冯夕 她做事有事有终 她虐待你 没有的事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她隐瞒 我就知道这个人 没有什么好心 不行 我找她算账去 你误会冯大人了 你等等我 你这个人太阴险狡诈了 之前侯恶替死的事情 我还没有跟你算 现在明珠又在府里 弄得全身是伤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她浑身的伤 是她自己弄的 与我何干呢 你 冬月姐 这些伤 真的是我自己弄的 你别怕她 我要把人带走 带走啊 可以 走 一百两 黄金 你疯了吗 什么都能用钱来计算吗 我收买狱卒 买通奸展关 治好她的伤 把她的胎计去掉 花的钱七七八八加起来 只会多不会少 看在我与你这么熟的份上 只收你黄金百两 银货两弃 随时走人 你太过分了 没钱 没钱啊 没钱人你可带不走 大人真的没有虐待我 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接出去的 又不这样吧 谢谢 最近冯府要赶制一批绣工 要在年底完成 虽然不着急 但是量大 子鸢一直在通宵做工 你若是愿意 可以来冯府 以工抵债 我做 大人 请允许我帮多月姐一起做 好 子鸢可以帮你 你可要信守承诺才好 冬月大人 你怎么把马车停门口了 不停在这儿 我怕你找不到我的车呀 你与殿下不和 满朝皆知 御丰阁不欢迎我 我尚且不怕 你怕什么 莫非你怕我进去之后 与三皇子起了冲突 不知道该帮谁 我定然是不会帮你的 是吗 你若不帮我 我又怎么会让你 把子鸢带走呢 你无使 走 回府 我 看你跳着跑过来帮我绣 还以为绣得多好呢 我也是初学 不过没关系 你看啊 我绣得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了呢 快有什么用啊 这全府的绣品 不知道哪辈子才能绣完 那 要不然这样吧 你先休息一下 我来绣 反正都是因为我 害得你晚上不能休息 还要来这里做苦工 算了算了 一起绣吧 好 我 你一晚上都来好几次了 到底是来安慰我们的 还是来监工的 我这不是关心你们嘛 你们都忙了一晚上了 怕是饿了 给你们送点吃的 小树也说了 你这手艺啊 实在不怎么样 还不如你武刀弄枪的本领呢 那他还让我绣 他还说了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绣的话 如果你愿意 只绣一件东西就可以了 是什么 我绣 他说 让你绣一件嫁衣 日后 与他成亲时穿 你回去告诉他 我冬月盈而有信 说绣完就一定绣完 让他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了 你现在吃的夜宵 也是他让我准备的 他说了 如果冬月姑娘愿意绣 就吃饱了 绣个够 我冬月姑娘愿意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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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小心 小叔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你去查一下那些黑衣人的身份 今日我改变了行车路线 还是被人暗算了 我们这府里有细作 打斗的时候 我看到有个黑衣人身上 有个阴长的卫衫 这是左相有所行动了 你查得说仔细一点 别惊动了旁人 对了 冬月那边 我怕他一个人居住有危险 将他留在府中 多住几日 做得好 小叔 这两个人上下潮 您可要多加小心了 既然有人不想让我多管闲事 那我就歇两天 让我去 少爷 你干什么呢 昨日小叔遇刺了 我怀疑这府里有戏作 所以过来巡视一圈 看看有什么可疑之人 当乐少爷 他怎么 怎么走了这两个人 难道两个都是刺客 小兄弟 你这是在找刺客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找媳妇呢 不是 不是 我是在看他们身上 有没有应找的刺亲 那是刺客身上特有的标志 可是你这样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那没办法 我有办法 真的吗 可是我都找了一圣 我都没有线索 你能找到 怎么 你不相信我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赌什么 如果我找到了的话 你就教我学武功 如何 别说学武功了 我送你兵器都行 好 那按我说的做 首先 行刺是最近才发生的 所以我们要从新来的下人查起 你们都是新入府的 府里的规矩可能你们都还不太熟悉 你 众所周知 冯尚书无论身型还是样貌 都是这个 所以冯府来的新人 自然要比旁人更有气质 我跟紫园小姐决定 要给每个新入府的下人 定制好看的衣物 为了力求和珅 要脱光衣服 亮体裁衣才行 脱光衣服 现在你的先走吧 男的跟上 你怎么了 少爷 我肚子疼 我要上盲房 好 肚子疼 一会儿再去 先把衣服凉了再说 到了 小心 小心 谢谢你刚才的救命之恩 抓住了 你说了要教我学功夫的 我知道了 想忘了 听说紫园和盗勒 把刺客给抓住了 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 我府里的事呢 谁关心你 我是想关心 那刺客的来路 我给他放了 他这样的人 从他嘴里啊 问不出来什么 我把他放了 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被认出来的契作 不用我出手 自己人就会给他灭口 你真是读得很 你过来就是问我这些啊 我 对 既然我问完了 告辞 等等 我问你 是不是昨晚受的伤啊 我帮你看看 你怎么那么不自量力 非要给我挡刀 我能自愈 可你还是会受伤的呀 当时情况危急 我哪儿顾得了这么多 况且 若不是这一刀 我怎么知道 你这么关心我 这个药膏你拿去用吧 对你的伤应该很有效 这个药膏好眼熟啊 好像跟卢川 送过来的一样 这就是卢川给我的药膏 你来给我撒 你府里的病 我会给你那么多 他们都可以给你擦药 为什么偏要恕啊 除了你 我可不想让第二个人碰我 快 我 你这药膏里放了什么 你不会毒死我吧 怕是银丹草放多了 看来你对这药膏很熟啊 闻一下 就知道什么放多了 是卢川告诉我的 是卢川告诉你的 还是你送给卢川的药啊 看来大人好多了 都有心情跟我开玩笑了 你明明就很在乎 上次我弄伤了胳膊 你虽然不来看我 却让卢川送药给我 你若早说那药是你送的 我早就用了 白费了你一片心思 你自己留着猜个够吧 我早就用了 夫人 你有没有觉得 最近这个冬月跟大人 是越走越近了 这个冬月隔三差 我就往府里跑 我是怕大人的心 被他勾了去 听说这几日 还安排他和紫渊 同住府中 这么多年 大人见过多少家人美色 可如今在这府里的 只有我 只怕再这样下去 连他也要跨进府里了 夫人 我是为了您好啊 相爷 昨日深夜行刺后 鹰丽探子来报 说交手时 看到冬月胸口 有火气伤 火气伤 好 你赶紧通知鹰丽的人 务必尽快查明此事 是 相爷 冯夕 我就快抓到你的把柄了 你赶紧通知鹰 紫渊 原来你在这儿啊 下去吧 是 你赶紧通知鹰丽 难道 真的是我误会了冯夕 她真的没有让你在府里做下人 冬月姐 我现在是冯府的表小姐 又何时做过冯府的下人 可是冯夕跟我说 你赶着做绣品 熬了好几个通宵呢 还让我过来帮你 那是冯大人想见你啊 他知道你关心我 所以就想用这个办法 都骗你来府上 你是不知道 我宗主秘义被他算计到太事局 现在又替我挨了一剑 谁知道他打得什么鬼主意 冯大人他不会这样的 而且你与他来说 也绝非算计对象 自从你来冯府之后 就一口一个冯大人 看来你就不会随我走了 好了 知道你没什么事 我也就放心了 对了 你看 这些花很漂亮吧 这些花好像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 风浅月下 冬青花开 对 就是冬青花树 小叔 你知不知道最近朝堂上 可闹翻了 左相和定远侯的人啊 为了薛番的事 可都快吵翻天了 你倒好 陛下呀 左右为难被夹在中间 就等着你呢 那也没办法呀 我这伤还没好 如何上朝啊 人贵妃娘娘都问起了 说你这伤这么久都没有痊愈 要不要找个御医来给你看看 你去跟我贵妃姐姐说 她弟弟吉人自有天相 没什么大事 只需要敬仰几日 贵妃娘娘还说了 这上次红恶的事 多亏有你帮忙 宫中波爵云鬼 我姐姐为人又老实 我本不想插手宫中之事 你们姐弟俩倒是感情深厚 明明都是大权在握的人 却偏偏担心对方会被人欺负 你懂什么 那叫血浓于水 自从冯家败落以来 一直是姐姐把我带大 哪儿像有些人 我一手一脚把她带大 她就成天只会气我 我 我才没有只会气你呢 我还让紫园给你做了好吃的 我看你一直捧着这个食盒 还以为是紫园给你做的呢 我自有人伺候餐食 你若想吃 拿去便吃 那 我可不客气了 我好心好意帮你擦药 你却一点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你这吃得多些什么样 幸好刚才碰到婢女给你送午餐 才结下了这个食盒 小叔 你就吃这些东西 那病怎么好啊 你故意吃这些发物加重伤势 你是缠疯了吗 难道她是为了骗我天天照顾她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你戒病不想上朝 你一日不上朝 陛下就下不了决心 搬血搬令 是啊 几日不见 便聪明了许多 想起来 我跟陆远潼的关系了 那我就看看 你到底能诈变多久 你如果想让我上朝 也不是不可 你要每天来照顾我 你要每日来我这里 亲自来给我上药 免了 我怕落坏了你的伤口 你就更有机会借口不上朝了 你既然要在家歇着 就好好歇个够吧 你看 她口是心扉的样子 还是挺可爱的 小叔 小叔 你以后就不要说 我不关心你了 这顿饭啊 让给你了 道乐 大人吃我做的饭了 怎么样 还行吗 岂止是还行啊 下次你多做一份 怎么 你也想吃啊 不 我看小叔吃得意犹未尽 怕是没吃吧 别闹了 对了 冬月姐她走了吗 你就找她有事啊 这是冬月姐 吊在后院的手镯 风浅月下 冬青花开 不如 你让冯大人转交给她 小叔肯定乐意 做这件事情 你让我去 紫月 怎么了 武功 你还跟着我学吗 学啊 当然得学 这是你欠我的 怎么 你是不是想耍赖啊 那明天 后院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听说你这几日常去冯复啊 不知冯夕的伤势如何了 有无查出真凶 那日的车夫在混乱中被杀死了 追查到此便断了线索 冯夕的伤势确实不清 怕是还要再休养几日 你与冯夕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我和她怎么认识的 都不重要了 但是我与她之间 注定是睡火不忍 可是我看她对你 却不是这么想的吧 不认识的伤势 殿下 冬月大人 这是冯尚书派人送来的 我与冯夕有救命之恩 她这样做 不过是为了报恩罢了 我与冯夕有救命之恩 谢想 坏之而已 不必兴师动众 可是我刚刚看你 好像挺在意的 凡是经过 深思熟虑下的决定 多半是在权衡利弊 若是下意识要做的事 那便是真心 殿下 有些事 是 懂的人他自然会懂 不懂的人跟他说了 也是白费口说 这东青枝的意义 我和冬月懂就好了 这里是御风阁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物归原主 这不是我的镯子吗 怎么在你那里啊 是啊 你的镯子 怎么会出现在我的书房呢 你怎么会出现在的 你在这儿御风阁流连忘返 莫要忘记 答应帮我上药的事 你胡说些什么 告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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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敢在我防火门口造策